其实在第一阶段深圳女排 她们的一个发挥 也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的 但是在配合上确实还是 作为一支新的队伍 略显生疏了一点 那双方都是派出了最强的阵容 我们看到坚硬位置上 双方都是派出了自己的外援 深圳这边是大博斯科维奇 天津这边是瓦尔加斯 好的比赛开始 首先是要杨文锦来发球 上来发球发到刘彦涵的手上 也是往街营这边发 刘彦涵去保护瓦尔加斯的遗传的时候 直接飞了 这个发球针对性而比较强 还是想要找点 没有发过王 袁兴月来到场上 王源源发球 一传到位四号位的强攻 这个球是没有发上力 天津这边的防守 防飞了 好好好 前面这边给我啊 好好好 前面这边给我啊 好好好 前面这边给我啊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给了袁兴月 打了个竞技快球 好 走 好 走 袁兴月是在上周末的 全明星表演赛上登场啊 代表的是红队出战 二下斯的发球顶住了 给到坚硬的手上 抓了个篮网啊 现在天津前排的篮网非常高啊 袁兴月和李盈盈 那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啊 也是对 大博斯科飞起了一个挑战 瓦尔加斯的发球啊 在第二阶段开始 依旧是延续了 第一阶段的凶猛 fifth 又是 tape 水 又是双头 他这个发球的稳定性啊 依旧是非常高 这张K的女排 在网口端和揭发球 这个环节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即使请求了一个暂停 一二一 等我再玩 七点爆分 三年回来 瓦尔加斯发球失误了 大博斯来发球 一传半到位 别道理 赢一条腰线是没有打死 轻调手没有掉过去 再来组织过渡一半啊 这个球无攻了 球上的一半啊 林音一条直线是被防了起来 给道员轩远的背飞一个轻调 球已经落地了 对于这一支天津队来说啊 他们每一位攻守都有非常强的进攻力 不管是他们的接应 瓦尔加斯 还是两个主攻以及两个副攻啊 攻击力都是非常强悍的 但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就是在于他们的一传上 能不能够给到位 如果不能给到位 二传摇敌也要及时的去弥补 也要比较考验摇敌的弥补能力 给后二 又是被拦回 转移到四号位 单一传的一个轻调 深圳机会 又是袁兴月抓了个篮网 这个一传到位之后给的快球还是比较明显啊 袁兴月盯得非常死 直接是一个单人篮网 又是被拦回 武功过往了 看一下一传 刘远涵四号位的强攻 打了一条斜线 深圳那边是换了一名复工 换上了九号王嘉敏 王嘉敏在第一阶段的一些比赛里啊 还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的 他的得分手段也是比较多 也可以期待一下他本场比赛的发挥 这球应该是还没有吹哨 这个球飘出底线了 长飘球 有效撑起 反击的机会 这个飞飞给队点倒啊 一个轻调袁兴月捞了一下是把球给捞飞了 这个球机会是没有抓住很可惜 那袁兴月从回归赛场以来啊 接受系统训练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在小球上还是略显生输了一点 又是一传出现了问题 给他瓦尔加斯的后排 瓦尔加斯的后三非常凶猛啊 面对三人篮网啊 打手变现了啊 一个破坏型的篮网 杨文锦的四后卫强攻是被拦了下来的 这段时间深圳女排 她们的进攻组织啊 还是略显单一了一点 还是给他四后卫啊 这个球打手出界了 黄远远的被飞是被防了起来 反击的机会一个轻拍 无功过往了 深圳再有一次机会 转移到后二啊 打手出界了 这个球大博斯的脚下 还是自己调整了一下 这个球摇地的后二 给瓦尔加斯立的还是比较舒服 后二强攻打中 这分是判给了深圳女排 应该是天津那边的 应该是天津那边触网啊 蜂蜢这个球摇手 比较的 对 来呀 对 对 追发刘艳凯啊 还是异传出问题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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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天津在引入瓦尔加斯之后 自己队内没有一个遗传特别稳定的点 遗传还是不到位 拍了一条直线 瓦尔加斯四号位的强攻是没有打死 通过篮网 拿下了这一分 王媛媛 换上了王毅竹来发球 打了一个战术的交叉 没有打死 这个球调的有点扎网了 给到四号位 贝兰会保护起来转移到后二 转移到二号位 这个球打手出界了 打博斯科维奇 再来看一下天津的遗传啊 又是出问题 这只天津女排她们的遗传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漏洞的 就包括她们的自由人 这个球打得比较快啊 到位打了一个快 王媛媛这个球传的其实比较矮 王媛媛是很快地拍了一个后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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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篮回是没有保护起来 第一局比赛进入到现在 我们看天津女排在篮网上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那确实在一传端啊 天津女排这边不占优势 这个球打手出界炸手了 大伯斯也是面对这么高的篮网啊 平打是造了个打手 在复工的掩护下 李盈在四号位打了个冲进短球 瓦尔加斯的发球 又是直接得分了 瓦尔加斯的发球依旧是天津女排的得分利器 还是想要扰乱一下他的发球节奏 包装指导师及时叫了暂停 不好的锻炼机会 是不是啊 跟抢手过招啊 冠军队我们向他们学习啊 把他们那个 把对方的战术战术体系 个人能力给逼出来啊 我们锻炼价值更大 是不是啊 哎你别将他随随随随随遇 不行了对不对 你发吧打我 对不对我防守力那么多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非常清楚的听到 包装指导说要把天津女排的权力给逼出来啊 因为确实如果生日女排不能给天津女排制造麻烦的话 让她打得比较轻松的话 那其实这场比赛锻炼价值是不够高的 一传顶住了 顺利度过了这一轮 李莹在四号位打了一条大斜线 打在了五号位的大脚上 这个球抢的比较快的 点拉的也很高 这个便宇倩 冲过去调的还是比较稳啊 张亦禅是一个小斜线 老师打到蓝王手之后 变线落在了三米线的位置 袁星月的高点被飞 这个球位得比较舒服啊 袁星月打得也很舒服 袁星月的高点被飞 就是联赛非常有威胁的一个存在 掉前驱 这个球打了一条大斜线 四号位强攻得手 杨文景 盘网调整了一下 这个球自己调整弓勒得太死了 没有打过网 空一群 没有打到四号 三亿 应该是要设定的 在美赛里面的建筑 玩我 跟靓星月的经浏 小厦 放下7号 已费新上 刚好下19号 引入会上 导入会上 电刀 电刀 怎么办 左手 请 89 来 张熊 这个球应该是从篮网手中间打了过去 一个打手变线 打手出键了 郑阵女排应该刚才是想要在前排加弹一下篮网 现在是重新换回变线跟杨文景 刚也是看王一竹在前排 觉得可能个子没那么高 想要加强一下篮网 让天竞女排卡几轮 但是没有拦住 转移到二号位 邀线是被防起了 反击了机会 这是个篮网 再给 这个球打手出键了 也是面对高篮网 带了点手腕 往外拐了一下 那因为现在天竞女排前排篮网确实非常高 瓦尔加斯1米95 小王圆圆1米95 远新约是达到2米01 都是非常高的 又掉前区了 效果比较明显 这个前区 瓦尔加斯4号位的强攻被拦住了 深圳女排依旧是 利用天竞女排的一个遗传漏洞 抓反击 抓篮房 这个篮网来自张倩 这后排给的比较前 是没有打死 通过篮网拿到这一分 王圆圆 王圆圆这个卡点卡单比较准的 这个就开炮了 这个就开炮了 深圳这边是要挑战 打手出戒 来看一下挑战的结果 没有打到 挑战失败 那其实刚才杨文锦 自己也是比较清楚的 自己在挑战开始的时候 也自己在摇头 这个战术跑动没有打成 瓦尔加斯的强攻被拦住了 杨文锦打了个卧果 王思敏的这个球调得还是很舒服的 杨文锦发球 今天针对性很强啊 就是指着瓦尔加斯和 后排主攻那边方向发 那现在比分来到21比20 比分始终是没有被拉开 每次天地女排想要拉开比分的时候 甚至女排就会以后追分 利用的就是天地女排这个遗传的缺陷 没有没有完善数 你就是看着搞着 看 看着不乱的搞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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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局 开局 门 一共打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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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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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撕 - 来 撕 - 来 撕 李茵茵叫直线 这个球调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打了个人实力 青雕捞了一下 没有保护起来 来 好 给他袁新月 这个快球定地板了 定的点是比较前的 被快是被拦得下来 这个调球被袁新月单掐给抓住了 这个球发出底线了 但天津这边还是手握局点 调前驱 袁新月自接自扣 帮助天津的牌拿下了第一局 那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天津这边还要抵上 二十五二二二六 请双方右轮回教 在场区 调教局一 天津这边还要抵上 在水里线 天津这边还要抵上 在水里线 在水里线 打 我 好的 回到比赛 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 2021到22赛期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今天是第二阶段的第一个比赛日 对战的双方是深圳女排和天津女排 那第一局是由天津女排拿下 来看第二局 一传到位翻给二号位 有效撑起 这个球抢了一下给到复攻 那第一局啊 两边扣球得分 其实差距不大 差距大的主要是在篮网得分上 天津女排是拿到了七分 深圳女排这边只有一分的篮网得分 一个轻调 这个调球角度掌握得非常好 刚刚越过篮网手 那第一局来看啊 确实对于深圳女排来讲 面对天津女排的高篮网啊 深圳女排这边还是要做文章的 因为天津女排这边的所有变工手啊 包括她的复攻 个子都非常高啊 包括袁星月回到赛场啊 归队之后对队内的技术环节啊 以及气势方面啊 都有非常大的提高 大伯斯进攻被拦回 这球调了个看头啊 这个机会送的 瓦尔加斯打得非常舒服 上一传进攻 袁星月拦探头拦回了 这个球想要拍直线的后区啊 这个角度稍稍没有掌握好 是拍出边线了 大伯斯科威及时跑了个交叉 三号位的半高球是打手出界了 送了一个发球失误 两点 两点 探头被撑起了 机会 杨文锦的后三是被袁星月担任篮网 直接给封死了 袁星月看起来是比较准啊 这个线路的选择上 又是袁星月 一个探头 还是 多半归功于瓦尔加斯 凶猛地发球 那开局 天女排是借助瓦尔加斯发球 时尔拉开了比分 比分来到6比2 人体上保护啊 对方狼网身高很高的 一旦形成调整功的话 我们这个不保护的话肯定没有 注意连续进攻的意思啊 身高方会掉 戳拍 我看效果真不错 换一种思路啊 来 刚才包装指导也说啊 一传一掉顶住啊 再把自己的战术给打出来啊 晃开对方的篮网 因为在打调整功的时候啊 面对天女排的高篮网 还是非常难逾越的 再拒绝回来瓦尔加斯的发球 送了一个失误 袁星远的背飞被防起了 反击了机会 打了一条中线 杨文景 这个球李盈盈啊 四号位的强攻 这个角度而非常刁钻的 这条线路也是 主攻四号位的线路里面啊 很难防的一条 调整弓 背篮回了保护起来 转移到二号位 轻拍了一条小斜线 林盈的后三被防起 看杨文景的一个调球 真没有过篮网手啊 确实也是面对袁星远的高篮网啊 这个调球 如果角度没有掌握好的话 还是非常难逾越的 追发前排主攻自接自扣 有效撑起 王毅竹 王毅竹的一条腰线 这个球拉点比较快 深圳女排在比分十分之前啊 已经把两次暂停 全部用完了 所以说比赛就是一面镜的 你哪个哪个环境不认真 比赛就暴露出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回去要大家 通通跟强队交手 我们找个自己问题啊 听说啊 在练的时候自己要认真 要把质量做好 好 清楚吗 来 加油 那看这个暂停啊 其实 深圳这边主教练也没有给出 直接有建设性的一个战术组织 和解决的方法 又是送机会了 清开 这个球没有发上力 大博瑟进攻被拦回 还是给药塔 又被拦回 天津这边的机会 球上的很一般啊 一个圆王短评 这个球喂的比较快啊 袁馨月直接是定地板 好球 今天要好球 不停 这个球 这次中战的男子球王人 十九号下八号上 十九号下十七号上 十九号下十七号上 可以了 二分前来 有有有 弹幕有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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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朝整宫的时候 杨门锦 还是没有绝对的硬实力去 拿下这一球 还是想要请求打手 请求触网 这个球天津没有触网 挑战失败了 怂上五分 十一一四 世界世界赛赛的男性所反人 九号下十八号上 你能保证好吗 哎 挤 挤 李莹莹的发球是非常有威胁的 这个球上的其实非常一般 这一传队员没有跟上 摇底调给四号位 四号位打了一条直线 阵阵这边是接飞了 一传一般 四接自扣 只能过度一百 给他原先一个清调 王思云的脚步很快 又是回头一个篮网了 现在场上的自由人是 身上的另一名自由人 葬倩倩 这个后三进攻是没有突破天津女排的三轮篮网 飞快啊 又是一条小鞋线王一竹 深圳女排今天跟副宫的配合啊 二传跟副宫 一直都是没有踩上节奏的 全是靠边弓再打 那边弓呢 其实拉开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所以面对天津的高篮网啊 打过去的次数很少 下球 那还是要进行一些战术的牵扯会比较好 这个吊球啊 拿下这一分 马尔加斯其实已经也是做出反应了 但是脚下应该是扭了一下 这个球被快其实传得有点矮了 杨兴岳自己处理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在后排换上三号刘美俊来发球 这个球平打造了个打手出界 杨文锦 王远远的被飞 打手之后是落在后区 不攻过往了 这个球应该是大博斯科威奇 今天打的最舒服的一颗球啊 连续在反轮啊给到王一竹 王一竹二号位的进攻 姚迪的二号位啊立的还是非常舒服的 这个球应该是大博斯科威奇的一颗球 这个球应该是大博斯科威奇的轻调 这个球应该是大博斯科威奇的轻调 还是追发前排下车接一船的主攻 这个球应该是大博斯科威奇的轻调 这个球还是比较平的 性能比较好 张一禅直接是接飞了 还是发这个点啊 过度一般 这个球自己处理失误了 挑战界内外 这是深圳女排的第二次挑战 应该也是想要借助挑战的机会啊 暂停给队员放松一下 就是戒外了 那现在深圳那边啊挑战机会也用完了 暂停也用完了 天女排在前排换下林盈 换上刘远寒 张一禅四号位的强攻 一条斜线打在中区的位置拿下这一分 一传一般啊 但刘远寒打了一条腰线 深圳那边是没有能防起来 连续的反应还是非常快啊 又是一个大人蓝网 那今天深圳这边的复工啊 完全是被抑制住了 牵制力完全基本是为零 张一禅也是直接失误了 张一禅也是直接失误了 想拐一条直线 翻给二号位的博斯科维奇 这个球打手出界 这个球瓦尔加斯打手出界啊 那其实他自己是没有包住球 那这样天宁是顺利拿下了第二局的局点 无功过往了 这就上了个探头 这个球大好的机会是没有抓住啊 刘远寒的斜线强弓被防起了 马尔加斯的后二是没有打过往 一传还是一般 阿尔加斯的后三 非常凶猛拿下最后一分 这样天宁排是25比11 迎下了第二局 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局的比赛 好的回到比赛 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1 到22赛季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本场比赛是第二阶段的揭幕战 是由深圳女排对阵天津女排 前两局是由天津女排拿下 现在大比分是2比0 我们来看第三局 那前两局天津女排在网口 给深圳制造了特别大的压力啊 那像第一局来往比分是7比1 第二局依旧是非常大的比分 5比0 那天津女排不仅仅是这个篮网的 直接得分 而且有效的撑起 或者说是篮回次数啊 都是非常多的 再一次机会 一个清调 给他挖一下刺一条小学线 这个强攻非常凶啊 以上来就是一个多回合的球 送了个发球失误 我们看第三局深圳这边啊 在各个位置上都换上了新人 向上车位置上启用的是张可凡 15号魏雨昕也是来到场上 这个球是给到林英打了一个冲进 这个短球强攻得手 从这个球我们看到啊 袁星月他的牵扯力非常强啊 直接是缓开了复攻的篮网 那这个球角度摇敌 场地也比较好 林英抢的也比较快 瓦尔加斯发球失误了 一传出现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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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英的强攻是被拦了下来 拦到这个球是张可凡啊 他身高只有一米七七 远星月的近底快球是被毛俊怡 单日篮网给抓住了 这个球点没有拉得很高啊 有个清调 那这段时间其实 摇敌的传球是有波动的 几次一传不到位或者半到位的调球啊 其实都没有调特别到位 有些队面的比较坏 对 追发史佩辛 前排下车击一传的主攻 这个球是直接接飞了 又是发接应 这是换上场的04年出生的年轻接应 理工会 也是直接飞翼船了 今天深圳的快球还打得都非常牵强啊 又是被袁兴远抓了个担人篮网 这发球飘出底线了 网上加斯 后三进攻是打手出界 从他的球速啊和声音上来看 他这个力量非常大 破掉一传了 面对三人篮网 是没有过去 这个后排组织还是比较牵强的 又是给他丝毫为稍微一个清调 是没有过篮网手 深圳又是请求暂停 中间狗二船 中间狗 晃 往着两边走 别盼着盼着出来 盼着来 让他追着来 让根狗要动起来 让原地挡在那 让你太充分 我们这高度没有优势了 大师也是 三人让我拼着打 起来之后一打 打手腕底 全保护都没有走 把自己一共打走啊 打走之后屁捧好 来 来 我终于尝 一 二 三 这飞飞翔 拍一个后驱 没有打损 这个球 马尔加斯的后球啊 是直接被接过网啊 没有人跟上去接 给他王媛媛 那比分现在是来到十比六 看还是追发史佩欣啊 成了天津他们追发的一个对象 这个球拉了个被飞 一条大斜线啊 打在了一号位大脚上 这球一传 太矮 太冲了啊 退给四号位强攻 是被拦了下来 这也是天津女排的反轮 王尔加斯在四号位的进攻 比较可观的是啊 深圳女排这一局 他们的拦网 对比前两局啊 是起来了一点 王毅竹反轮二号位的一条强攻 打了一条二直线 再次换上刘燕涵 给到理工会的三号位 半高球 又是直接被天津的高篮网给拦下 王毅竹发球直接得分 杨文景是飞一船了 刘燕涵女排又是请求暂停 这样也是他们的暂停 直接使用完了 大使那边也是啊 木杰一船 其他环节要准备 保护啦串联啦 调整啦 组织别人 提醒别人 是吧 小微笑话挺好的 空改调都抓了 弄 一二三 坐上去 这一天 我就是 meeting it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为打? 我组织别人 你可不可以帮我 你不可以帮我 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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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帮我 贝菲是被防了起来 这个球无功过往 拍了一条直线 这个就传了一个探头 保护起来 刘涵的轻调 这个球双方都很乱 又是一个轻调 后排跟调队员是跟上了 瓦尔加斯是捞了一下 今天天女排已经有几颗这样的球了 瓦尔加斯想切一条小鞋线 是打出边线了 追发的是下直级一传的刘涵涵啊 这个球一传顶到位给到王媛媛 定到后区 这个球车里面 幸运过往击球 影响传球 这个球难度非常大 翻给到瓦尔加斯 二位的强攻 直接打中 摇底还是非常敢组织的 今天到比赛后半程啊 第二局半局之后往瓦尔加斯的发球 可是没有发挥出来了 有效抢起 机会 还是深圳的机会 二次是被撑起了 多回合 圆训练的进攻 被篮会保护起来 这个球应该是场上出现了状况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这个球应该是 及时裁判叫了暂停 圆训练打手出界 护条一传了 调整攻 这个开往大调整 打到底线以外了 好防守 有效撑起 水贝心打了一条直线 打到界外了 被篮还是没有配配好 又是出界了 梁文青后排的进攻 应该要挑战打手了 刚才那个球 我们看深圳这边复工的配合 被飞几颗球 复工都是只能推球的 那复工下不了球啊 导致他牵制力不够 天洁边重点盯防他们的边攻 然后球也打不过去 没有打手 球被冲对方的 matched 天洁女排 率先来到二十分 是文心思要被强攻被防击 赶紧了机会 黄映竹 球扣过去 对面直接是接过网 袁星月非常及时的一个探头 又是给贝菲还是一个推球 多回合 网尔加斯的后二 打手出界 反击给到后排 王一竹的调整进攻 是打手出界了 这个球袁星月也是没有传出去 王一竹冲到前面 造了个打手 转到后二 球是没有打死 袁星月的快球被防起 回头一个篮网 袁星月 这样天地女排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袁星月的比赛 袁星月是拐直线拐到借外了 这样天地女排 最后一局25比12 拿下了比赛 整场比赛大比分3比0 由天女排拿下 祝贺天女排是拿下了第二阶段的 开门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 prompt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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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